姓上兵的遺體移至殯儀館 憲兵指揮部刑事監視中心 以及家屬動場一同進行相宴 家屬穿臉帽外套 低頭不乏抑鬱 難過抱貝兒子再也無法開口說話 26歲蓄姓男子為單親家庭 今年6月才從義務役轉治願意 8號在清泉岡基地內靶場 進行實彈射擊 使用T9要步槍打靶時 突然強制擊發 導致下惡重彈貫穿頭部 當時還戴著鋼盔 根據法醫高大臣 初步判斷傷口恐怕不止一觸 在60公里來叫做接近射 還是接近射 但是怎麼判斷 最簡單就是 因為這個穿大出來 穿這個 它如果水中的配位 我們如果接受大了 它這個穿 穿不出來的時候 燒起來跟噴煙銷 都沒去 都不會存在這個平物上面 第一時間通知了我們官兵的眷屬 並且指派高階的幹部到現場 去協助處理整體的這個事件 關於事件的詳細噪音 我們會配合檢調單位 檢警的調查 二十六歲 許姓聖兵因為打霸 痛失青春寧花 讓相依為命的母親 難以接受喪子之痛 三星我們長江的賞品 有限於 就在台中採訪得到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